11岁在学校门口被星探发掘 她是时代风俊签下的第一个礼艺人邓恩西 顶着TFBOYS师妹光环出道 没有给她带来人气的加持 却惹来了无数的非议和谩骂 话题要不开05后的成熟感和思源咖的质疑 除了出道之初和师兄们拍过同一条广告片 演过同一部剧 出席过同一场公司联会 邓恩西至今和他们也再无交集了 随着顶流偶像男子组合旅游粉们的假想敌身份退去 这个不服输的女孩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欢 西零四连创造了数十个角色 这些风格各异的少女在荧幕上展现自己的 忧郁哀愁乐观倔强个性灵动 没有所谓的皇族空降或是拓手可得的资源 只是公司带着一言一个个跑主示茧 没有天才同心的褒奖或是开挂大旅主的剧本 只是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研讨每个角色 所有的精力和磨练让这张亲力的脸庞越发自信坚定 2005年出生的她刚满16周岁 演过很多跟本人性格家庭背景 南辕北辙的不良少女 她说想演家庭幸福比较浇满的角色 所有人都宠着她 虽然是小公主心眼也不坏 甜甜的不压抑的角色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今年6月的电影院可爱的妹妹就要来了 正值花季带成长 少女继续闪闪发光 得音